孙翠凤移过牢昏倒送医。 头运昏倒怎么办? 谨记报命司守则。 昨日晚间,孙翠凤老公、明华园总团陈胜福和女儿陈昭贤也在孙翠凤的脸书发文。 感谢各界关心,表示连日来的新戏排练、青年军的培训及演出等事宜,让她工作繁忙、疲劳过度。 因晕眩不是送医,到医院检查希望找出病因,目前情况稳定,已经返家休养,至于原因还是要等身体检查结果才能知晓。 据悉,孙翠凤过去从未出现过类似状况,但她几年前也曾因感冒引发肺炎。 最后导致心脏不是住院四天,这次突然昏倒,让人忧心歌仔细第一小生是否操劳过度,有待进一步检查报告出炉。 昏倒在日常生活中算是常常发生的解极状况,也可能是严重疾病的预告。 其实昏倒多半是因为脑部血流不足,造成大脑暂时失去功能,而原因以神经、心脏系统异常最常见。 1. 迷走神经性晕厌,Vasovago syncope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6年在演说期间突然不适,几乎晕倒,当地医生针断为迷走神经性晕厌。 2009年的法国总统萨克奇在慢跑时昏倒,短暂失去意识,医师认为可能是迷走神经性晕厌,适度休息就好。 2. 心脏科医师曹成荣解释,迷走神经性晕厌多见于年轻人,通常表现未久战或久坐后起立时突然发生晕厥。 2. 发病前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,注意力不集中,面色苍白,眼前发黑或发白,悟心,呕吐,冒冷汗,站立不稳等前兆。 3. 发作时通常可见血压下降,心跳缓慢,瞳孔扩大的征象。 4. 若晕厥时,没有发生严重头部受伤,几秒钟到几分钟内,就会完全苏醒,不会有后遗症。 5. 若出现眩晕的前兆,应立即坐下降。 5. 若出现眩晕压或躺住,避免跌倒。 6. 只要有原因不明地晕倒或是晕厥,都应该尽速就医,急诊医师会先排除重大问题,脑部、心脏,然后会适当转介到心脏内科、神经内科等等安排进一步检查。 2. 姿势性低血压。 3. 姿势性低血压是指我们从平躺姿势变成直立的时候,会造成血压明显下降,产生头晕、头痛、视线模糊、虚弱等症状。 3. 除了原发性滋势性低血压以外,还有许多原因都可能造成姿态性低血压,如药物负作用、心脏疾病、血液输出量不足等。 4. 原因,原因,原发性,或药物负作用、心脏疾病、血液输出量不足、病毒感染、自主神经系统问题等。 5. 症状、头晕、头晕、头痛、视线模糊、虚弱、视睡、视觉暂时消失等。 5. 控制好原来的慢性病。 5. 建议,补充水分,平时避免血压过低、泡脚、穿弹性袜、按摩等帮助下肢血液循环。 6. 改变姿势,改变姿势,建议,动作放慢,必要时用药物治疗。可藉由运动活化全身的血液,也能防止姿势性低血压。 3. 新脑血管疾病,暂时性脑缺血发作,中风、脑梗塞,脑出血。 4. 排中荣总脑中风中心资讯指出,供应脑部血流的血管暂时阻塞,导致脑部缺血,就称作暂时性脑缺血。 4. 暂时性脑缺血,又称小中风,血管堵塞会造成头晕,单眼失明,偏瘫,走路不稳等症状。 5. 一般在2-15分钟内就会恢复,不会造成脑部永久性伤害。 5. 但暂时性脑缺血被视为中风前兆,约三成病患会真的中风。 6. 昏倒可能是严重疾病的征兆,不能不理它,比如心律不整或心肌梗塞,心脏衰竭,先天性心脑病等。 6. 因心脑无法打出充足的血液供应脑部,都可能造成昏厥,需尽快治疗,以免持续恶化,增加猝死的风险。 7. 原因,高血压,糖尿病,心脏病,吸烟,高血脂等。 7. 若违中风,则是脑部因为脑梗塞或脑出血而缺血,使脑细胞死亡,导致肢体麻木,丧失行动能力等。 8. 症状,头晕,单眼失明,偏瘫,走路不稳,吞咽困难,腹试或半侧偏盲,语言障碍,手脚麻木,虚弱等。 8. 运选,昏倒发生时怎么办? 9. 若出现眩晕的前兆,应立即坐下或躺住,避免跌倒。 9. 运选,昏倒发生时怎么办? 9. 心脏科医师曹成荣建议,只要有原因不明地晕倒或是晕厥,都应该尽速就医,急诊医师会先排除重大问题,脑部、心脏,然后会适当转介到心脏内科、神经内科等等安排进一步检查。 1. 立即坐下或躺住,旁人可赶紧扶住患者,避免跌倒或撞到头,让孕炫者平躺休息。 2. 若是癫痕患者,可能会呕吐,建议让患者侧躺,避免跌倒。 3. 务必观察患者的症状,注意晕厥多久后醒来,就医时供医师参考。 4. 凡是原因不明地晕倒或是晕厥,都应该尽速就医。 3. 务必观察患者,避免跌倒或是晕厥多久后醒来,就医时供医师参考。